新加坡歡迎你們 上集我們介紹過 新加坡三大隱世Hotker Center 每次都大吃大喝 Kennie哥不知道今集有什麼好介紹呢? 今集帶大家來到洪山市場 吃新加坡的傳統早餐 傳統早餐?有什麼呢? 嘗嘗嘗鴨蒸白麵包 中間夾著有鴨醬 哇 反光 好像點了連奶的饅頭 當然少不了半熟蛋 時間剛剛好 哇 加鹽加不少粉 我發覺吃了那麼多餐新加坡的食物 都沒有哪個賣相是好看的 就是要攪拌均勻就好吃 真的嗎? 真的 你真的好像蔡蘭一樣 對 很有蛋味 謝謝 挺好吃的 不得要 新加坡的咖啡也很有名 進到洪山市場的內籠 簡直是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我知道這裡有一間好東西 認住這裡 三個火的 一見到這間雞店 就想起雞全部都是雞 這裡我帶你們來吃的地方 好有名的 你看一條長龍 嘩 這裡有名吃炸雞 連李總理都來吃 炸雞而已 真的那麼特別? 試一下就知道 炸雞 對啊 沒什麼特別 做平時K-2-D-GAM 究竟為什麼你演奴的 會來這裡排這麼長龍 我吃呢? 排隊要等三十分鐘 沒什麼特別 米粉有米粉味 米粉是沒有味的 沒有味的 那到底是不是我有問題呢? 為什麼會有人排隊呢? 怎麼這麼大聲啊 不是很憤氣 去旁邊這間吃沙爹雞串 好像還有看頭 好啊 香港人呢 就要來串燒應該是大條的 但其實呢 真正的串燒應該是小條的 花姐醬一流 青瓜和洋蔥呢 就不是伴碟來的 其實是用來辟味的 等你吃下一條之前呢 就可以refresh一下 來到新加坡 來來去都是蟹汁馬蹄水 沒些新意而已 不如今天就介紹一下這個ABC A是Apple B是Beatwood 紅菜頭 C是Carol 至於什麼味道 就是ABC味 去到機場才肚餓 難道這些就叫機場碌碌? 不用怕 整個food court任你吃 還有很多國家的美食等著你 價錢雖然比一般熟食中心貴一點 但整體上也不太貴 而我最喜歡的當然是海南雞飯 嘻? Haina 你去了哪裡? 我呢 就買了Mask和Cream 為什麼會選在新加坡機場買呢? 是因為它免費 比香港便宜很多 本身香港賣300多元的Cream 在這裡買了200多元 所以是十分之便宜的 我十分建議大家 如果來到新加坡機場的話 有時間呢 就可以去便宜店購物 這個weekend終於可以飲飽 吃醉回香港了 唉 這麼快要離開新加坡回香港了 吃飽什麼?但我還沒飽啊 你還沒飽啊? 沒有 你留在這裡吧 我下個星期再來 我先回香港 下個星期再見 新加坡 拜拜 拜拜